中國就已經說有傳染力 增加70%的新冠病毒的變種了 另外陳時中就說 變種病毒進入台灣 也不會散播 甚至還說疫苗 可以抵禦這個變種的病毒 但是我們要問 玉琴 我們打疫苗了沒 沒有 陳時中自己說 最快明年第二劑 才渴望施打疫苗 你跟我講說疫苗 還可以抵禦這個變種病毒 那這是講白搭 我今天也聽一個醫生的說法 他說那個疫苗也不可能 也許不可能 可以抵禦變種的病毒 也有可能沒辦法 所以疫苗要重新的研發 這都需要科學的驗證 所以陳時中講話的確是很滿 他的意思就告訴你說 變種沒關係 反正我們有疫苗就一切太平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從剛剛大家討論過程當中 就看到現在陳時中太有信心 導致於破洞很多 像他今天在討論說 我們現在大型活動 要不要停止舉辦 我覺得剛剛許妮說很好 就是說陳時中 根本就不想要負責任 你知道 而且他就講了一個標準 他說我們現在不停辦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感染源很明確 那個本土案例 其實就是被紐西蘭的機師傳染的 因為感染源就是那個機師 所以因為知道是他了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活動停辦 其實這個標準 在我們新北市來說是不及格的 不及格 你們不是開了第一槍了嗎 我解釋一下這件事情 像新北市什麼時候會宣布 活動停辦有三個標準 第一個就是要看他的感染源 明不明確 如果都不明確就很危險 因為不知道是在哪裡 但是除了感染源明不明確之外 還有第二個 就是你要看一下 那個感染者的活動力強不強 也許說他的感染源很明確 可是他到處跑 各位 像紐西蘭機師活動力超強的 對不對 到處跑 趴趴 兩家百貨在台北市 還有一個在南侃 就是都有公布的 南侃的賣場 賣場 而且這個機師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在執勤的時候 都不戴口罩 各位想想看 他在工作的時候 眾目睽睽之下 同事們都很生氣的情況之下 他都不戴口罩 試想 他去逛街的時候 一派輕鬆的時候 他會戴口罩嗎 而且那個是秘密空間 他都不戴口罩 而且是秘密空間 所以他到了這些大麥桶百貨公司 你難道沒有傳染力嗎 然後再來 剛剛講的那些 還是指揮中心有公布的地方 你們知道嗎 這個機制很可惡的地方 就是在做疫調的時候 他不願意配合 他超不配合 他就是不講說他到底去了哪裡 所以指揮中心透過警方的系統 去查出他的足跡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去便利商店 有沒有搭大眾運輸系統 有沒有坐計程車 有沒有 這些都是可能的破口 所以你如果把這件事情 整個算進來的話 這個不容小覷 還有第三個 就是活動要不要停辦的 一個標準就是看後續 如果說最好是不要 如果說明天又發現 又有疑似 那就不得了 所以我覺得陳時中 光用一個 感染源明不明確 來作為活動要不要停辦的 這樣的一個標準 很不負責任 而且非常的有信心 這是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民眾自己要 做好衛生管理 自己要戴口罩 千萬不能夠相信指揮中心 我覺得要比指揮中心講得更謹慎 更謹慎 更小心 第二就是說我覺得指揮中心 在處理不同國籍的時候 的確他有差別待遇 比如說針對俄羅斯 舞團的部分 好像就很輕忽 一開始四個確診也不停辦 一定要一直弄 另外四個確診的時候 才說停止舉辦 然後北市要求 北市要求才停辦 對不對 俄羅斯你就那麼輕鬆 剛剛講到印尼的部分 印尼那時候也是 持陰性報告進來 然後現在印尼人 是不是全部都不能進來 然後去質疑說 他的檢驗報可能會作假 那為什麼你俄羅斯人 你就完全沒有講話 我覺得你針對不同國家 你就是有不同待遇 然後還有 針對印尼 也是印尼的部分 印尼你知道11月的時候 有一個印尼的移工 他在高雄的一個防疫旅館隔離 結果他因為要到隔壁房間 去拿東西給他的朋友 出來的8秒鐘 結果被罰了10萬塊 這件事情還被日本NHK報導說 這個你看就是台灣人 防疫的好 我們要學習 日本如果都這樣的話 就沒問題了 結果你今天紐西蘭機師 弄成這樣 陳時中有沒有說要中拔 今天是有說要罰 可是第一時間好像 也沒有說要中拔他 他沒有中拔 他罰30萬不算中拔 也不算中拔對不對 而且他還傳給別人 其實我更覺得 我覺得紐西蘭這個機師 是非常可惡的 他非常可惡 他可能會真的會造成破口 但是我覺得你不能夠 指揮中心不能以國籍為差別 做防疫 你剛剛講 與其你剛剛講 疫情剛剛爆發的時候 你對大陸這麼嚴格 那些武漢台商要回來 要包機 要怎麼樣 要這個那個的 現在英國那個多嚴重 英國這個多嚴重 你有沒有用當初 防堵台商回來的那一種 同仇其看 還有那個黨小民有沒有 你選擇國機 你就要承擔的那一種 所謂的他的氣魄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